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九号档馆 揭秘你所不知道的历史真相 云南同冲县的烈士陵园有点特别 它的旁边还有一座窝种 不仅如此 还有三个被反绑的日本兵 朝着山上的中国军人肿下跪 这件事情干得大快人心 我没有觉得它有任何不妥之处 甚至觉得这样做都显得不够 就这个事情我们提出三个问题 第一问 为什么要建这样一个日本兵种 它表达了中国人对这段侵略历史的愤恨 表达了对逝去英雄的惋惜 非常符合云南人民的性子 喜就是喜 恨我也要摆到明面上 远征军将士们为了守护着一方土地 跟敌人枪战 肉搏 大大小小的战斗经过了八十次 死伤无数 在这场战斗中 腾冲人民和远征军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自己的朋友为了守护乡土而牺牲 任何人都会觉得无比难受 爱有根 恨有缘 日本侵略者自然是让腾冲人民恨得牙痒痒 让这些罪魁祸首为我的朋友忏悔 我要这三个日本兵永远跪在我华夏土地上 生生世世为自己的错误赎罪 第二个问题 日本不想拆除这些吗 他们想 非常想 甚至想得昼夜难安 不断砸钱 被绑着的三个日本人是日本军的首领 日本人想用投资的方式 让腾冲人民拆除这个窝种 但是腾冲人民想都没想就拒绝了 自尊心是无法舍弃的东西 即使贫穷都不会抛却 腾冲人民并不是卖足求财的软弱者 中国人是向来追求礼尚往来的 日本人见晋国神社纪念那些战犯 我们就不会拆除窝种 他们篡改史书不承认战争罪行 我们纪念南京大屠杀死去的人民 绝不会让他们的罪行因为时间的推移被冲淡 我们的民族自尊心 也不可以减弱 第三个问题 这三个日本兵一直都不会被拆除吗 我认为有形的建筑可能会被掺除 但心中的耻辱和民族的血腥将会长存 战争结束多年 我国也和日本建交 在这样一个谋求发展的时代 如果日本能够有所行动 拆除晋国神社 为他们所犯下的战争罪行真心的忏悔 我们也可能会在他们将史书改回来之后 拆除窝种 但是同样我也认为 这样一个窝种就像一块疤 看似愈合 但是我们永远记得其中的疼痛 永远记得受伤时流过的眼泪 暴行无法被时间抹去 记忆不会因为金钱重塑 人是有感情的 我们才会有这样丰富多彩的生活 恨意并不可耻 这是一种正确的情绪 只要用对了地方 一样会激励我们前行 就是因为恨意和耻辱 我们才会比别人更努力地付出 建设我们的国家 感谢大家收看我们的节目 期待各位的点赞关注 谢谢大家 我们下期再见